Capital 日语读音Capital 去年Capital火了 今年只会更火 那么Capital的魅力你真的懂了吗 从Asap Rocky到Jelly Lorenzo 各路欧美潮流Icon的频繁上升带货 让Capital这个传统日潮轰炸了潮流圈 然而最火的是被带货起飞的笑脸 骷髅系列 然而这些设计仅仅是Capital的logo系列单品而已 对于Capital这种不见大光明卖logo的品牌来说 最具有辨识度的设计应该就是笑脸 骷髅了 而这些就相当于Supreme卖box logo BAP买鲨鱼头 CE卖小红标一样 纯粹的消费品牌的知名度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是Capital真正有购买价值的设计 潘通公布的2020年流行色是经典蓝 而Capital最经典最标志的 就是代表日系的蓝色 Indigo 这一件是在我衣柜常住的Capital Indigo 长款衬衫版型的外套 一般的衣服刚买来的瞬间是最有价值的 而Indigo蓝染的服饰穿了几年才更有价值 随着时间流逝以及穿着摩擦 蓝染的服饰会留下独一无二的使用痕迹 配色 这是属于传统植物人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件Capital外套的剪裁设计 也是经典的顶番 以衬衫为版型基础做了超大好的oversize 直接做成了长款外套 上升的效果嘛 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帅的 就两个字 朴语 Sashiko 根据日语汉字字面意思是刺子 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刺绣 现代服饰中的传统刺子工艺 其实就是在蓝色的布料上 通过白色的针线刺绣出图案 多具有民族风特色 手工制作价格嘛 也不会太便宜 刺子的工艺几乎在每一季的Capital里 都有它的身影 也可谓经典定番了 菠萝 日语菠萝是破破烂烂 蓝绿的意思 菠萝工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不陌生 可能你奶奶就会 就是用不同布料缝补的技术 日本的菠萝工艺起源于江湖时代 通过缝补布料来提高保暖性 也经常被现代人开玩笑是乞丐服 的确啊 摆在中国就有股改方地子风范了 比较难上升 不过作为日本流传至今的传统工艺 艺术价值还是有的 色块拼接从色彩审美上来说也是相当不错 民族花纹 Capital始终摆脱不了民族风的标签 一大原因是它几乎每一季都在用各种民族花纹图案 近些年你就能发现 中国的唐草纹 中世纪的花断纹 印第安图腾 几乎融合了各国文化 我手头就有一件去年发射的Capital 印第安迷宫图腾的加融梯 还是挺有韵味的 不过这种民族风单品搭配难度就比较高了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有发现 Capital能够火 并不算偶然 它一直所坚持的日本传统工艺 大胆的创新精神 品牌理念 印证了一句话 赤金子 总会发光的 哪怕没有用来圈钱的笑脸 骷髅图案 Capital 还是那个Capital 哦对 不要忘记 点赞收藏投币转发 散连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